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如果仲裁的话 以北京仲裁委员会为例 北京仲裁委员会它这个起点啊 仲裁的起点呢 起步价就是5000元 所以呢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仲裁委员会本身它是一个民间机构 对于仲裁案件它的一个申请受理费用呢 各地它不绝对统一啊 所以如果各位学员 你们在实践当中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先去网上查询一下 比如说你想去约定选定的那个仲裁委员会 那它的仲裁申请费用是多少钱啊 这个是8032 我们简单理解就可以了 重点呢 就是8033 对于仲裁的开庭与裁局 这里面的这个标题旗下的四个部分内容啊 全部都是历年来考试的重点内容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来看仲裁庭的组成 一讲到仲裁庭的组成呢 我们还是要跟民事诉讼的这个合议庭啊 独任庭啊 要做一个对比 那么民事诉讼那个庭审组成啊 也分为两种形式 一个是合议庭 第二个呢 是独任庭 那么仲裁庭也同理如此 那独任庭呢 那对于诉讼来讲 独任庭就是一个审判员 他又是审判长 又是审判员 对吧 那仲裁的话呢 那就是仲裁员 那对于合议庭来讲 注意一下 仲裁庭的合议庭的组成人员 就是三个仲裁员 一二三 而对于诉讼的合议庭 他的组成人员是 有可能是三个人 有可能是五个人 也有可能是七个人 用法言法语来表述的话 那就是三到七人之间的单数 但是对于仲裁的合议庭 他就是三个人 我们往下看下一页PBT 他就是这个三角形 仲裁 合议庭就是三个人 而独任庭就是一个人 一个仲裁员 那对于这个合议庭的这三个仲裁员是如何来产生的呢 我们把它做一个分解 那其中啊 作为ABC三个仲裁员 那其中C的这个仲裁员呢 他叫首席仲裁员 A和B呢是普通仲裁员 我们分解一下 看看普通仲裁员是如何产生的呀 那就是由双方当事人各自来选定仲裁员 比如说这个案件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呢 分别是甲和乙 那么甲可以选择这个A作为普通仲裁员来代表甲方的一些相关的意思表示 或代表他的一些利益 而对于乙呢 他可以选择B普通仲裁员 问题在于说 甲呀 比如说他我不了解我的仲裁委员会 也不了解哪一个仲裁员 他的专业背景 他的擅长能力怎么办呢 好 要么呢是双方当事人各自选定普通仲裁员 要么呢是如果他们不了解的话 他们可以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个 比如说仲裁委员会主任给甲指定了A 给乙指定了B 那也可以 这就是普通仲裁员的产生 比较简单 主要呀 是这个首席仲裁员怎么产生 首席仲裁员既然是仲裁 既然他遵循的是协议仲裁制度 那么这首席仲裁员一定是要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 那甲和乙这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C 那么这个C才是首席仲裁员 如果甲非得选C 乙非得选D 杠上了 一直达不成一支意见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就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来给你指定一个 指定了C C就是首席仲裁员 指定了D D就是首席仲裁员 好 现在问题来了啊 那么如果说啊 当甲非要选C 乙非要选D的时候 那么二者不能够就首席仲裁员达成一支意见 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仲裁协议本身就无效了 或者是不是意味着申请人就要撤回仲裁申请了呀 不是的 刚才我说过一个小细节 那就是申请仲裁的费用啊是很高昂的 所以啊 我们一般老百姓简单的财产案件一般不去打仲裁 更多的是什么 伤势案件 企业之间的一些交易纠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花了很多钱了 就因为我没能达成一个一支意见 选出一个首席仲裁员 你就相当于把我的仲裁申请给撤回了吗 那我钱不是白花了吗 不行 必须服务到家 怎么办 如果不能够共同选定的话 好 那就由仲裁委员会的主任来指定一个首席仲裁员 所以这就是这三个仲裁员作为仲裁合议庭 他的产生过程就是这样的 好 这是合议仲裁庭的产生过程 那独任仲裁庭呢 他就一个仲裁员 他的产生过程跟合议庭里面的首席仲裁员 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一致的 这就很好理解了 对吧 好 那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原则 下面有个小细节啊 就是当事人对于提出回避申请这块的小细节 回避申请原则上 他提出申请的时间要求是在首次开庭前 问题来了 首次开庭说开的是什么庭啊 是法院的诉讼开庭啊 还是仲裁开庭啊 说的是仲裁庭吗 当然是仲裁开庭了 对吧 所以在仲裁开庭前 那么当事人如果觉得某一个仲裁员是对方当事小舅子 对吧 那你可以申请回避 好 时间要求一般情况下是在仲裁的首次开庭前 但是首次开庭前我没发现 我是在庭审过程当中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特殊的时间 那就是最后一次开庭结束前 说我已经 我回避室友是在首次开庭之后知道的 所以我在最后一次开庭前 我来提出这是个特殊情形 给你一个特殊的权限 好 这是关于回避的一个小细节 我们了解就可以了 重点是把握合议仲裁庭跟独任仲裁庭 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产生的过程 好 这就是横一这个标题 仲裁庭的组成 我们就讲过了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仲裁的开庭 仲裁的开庭呢 我们先做一个小游戏 大家来找查这个游戏 我们应该比较熟悉了 对吧 我现在给大家两个图片 你来看一下 这两个图片呢 它们有什么区别 大家来找找查 大家来找找查 看看两个图片有什么区别 都有几方主体啊 有这个仲裁员 然后书记员 然后申请人 被申请人 对吧 区别在于什么 你看左边这个图 它有旁听席 对吧 有座椅板凳 有旁听席 那就意味着 它是允许公开开庭的 因为有旁听席允许 除了双方当事人及司法人员之外的 其他主体来进行旁听 所以说它是可以公开开庭的 对吧 这是有旁听席 而这儿没有旁听席 所以你看啊 左面和右面这个图 他们适用的场景是不一样的 左面的图是法院的诉讼开庭 这里是法官 这是书记员 这是法院的庭审现场 而右面这个图啊 是仲裁的庭审现场 是仲裁的开庭 他没有设置旁听席 不允许别人旁听 因为他是不公开开庭 所以讲到这个横尔这个标题啊 讲到开庭与审理 我们先来说开庭 开庭什么意思 法言法语对开庭的认定 那就叫参加庭审 就这么几个字 参加庭审 何为参加庭审呢 就是争议的双方当事人 及司法工作人员 大家都到齐 我们都出席 都就位 共同有一个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叫开庭 参加庭审 开庭 好 所以你看 对于诉讼庭审 和对于仲裁庭审 要求是都应当开庭 一般以开庭为原则 以不开庭为例外 一般情况下都得开庭 也就是双方当事人都得到场 然后呢 司法人员也同样在场 这是开庭 以开庭为原则 以不开庭为例外 那什么样不开庭例外呀 比如说疫情 我被隔离了 对吧 我出席不了了 我申请延期吧 你又到期延期 你又不给我延期 对吧 那我只能是远程开庭了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当事人 他有一些身体的特殊 特殊法定情形 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的健康状况 无法出席 那好 那我可以经过书面审理 这就是不开庭 不开庭就是双方当事人不到场 我书面审理 对吧 所以无论是诉讼法院开庭 还是仲裁开庭 都是应当开庭的 一般以开庭为原则 以不开庭为例外 但是在开庭的时候 是公开开庭 还是不公开开庭呢 要看下一个环节 你看对于法院来讲 他是设置旁听席的 一般情况下 他是以公开开庭为原则 以不公开开庭为例外的 那什么样的情形是可以不公开开庭啊 谁到国家秘密 是绝对不公开的 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啦 对吧 这都是相对不公开的 好 那对于仲裁来讲 他一般情况下呀 是不公开开庭审理 以不公开开庭审理为原则 所以说话 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的申请 特殊的要求的话 那就是不公开开庭 不设置旁听席 没有其他主题 能够参与到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 以不公开开庭审理为原则 以开庭审理 以公开开庭审理为例外 也就双方当时 如果你们俩商业好了 说我就要公开开庭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后面我会举一个例子啊 后面有会给大家去分享一个 VR看仲裁的一个小的微课视频 那么其中有一个是 现实当中的一个场景例子 就是哇哈哈 哇哈哈集团 那么是应该是宗庆后吧 我宗哪一位那个一个一个 这个哇哈哈的董事长啊 那么他在进行一个国际仲裁开庭的时候 因为前端有很多对于中国的 企业的一些不公开的一些 这个不公平的一些审理 不公正的一些裁决 所以他就申请了公开开庭审理 所以在公开开庭审理过程当中 能够让更多的人 现场直播也好 包括事后的文字报道也好 能够了解到国际仲裁的一些 这个内幕也好 或者是细节 所以呢 你如果双方当时申请公开开庭了 经仲裁庭批准 也可以公开开庭 但如果没有特殊的申请要求 那就是不公开开庭审理为原则 好 大家不要死机应备啊 说这儿诉讼是公开开庭 仲裁是不公开开庭 不要死机应备 我们要理解这么一个道理 说为什么诉讼公开开庭 诉讼它有一个最大特点什么 原本我们讲过叫程序性 就无论你是公开开庭好 你是不公开开庭好 我对于诉讼 庭审的过程 我都必须要干嘛 比如先去这个立案 然后呢这个是答辩期 然后开庭 然后庭审过程当中先进行法庭调查 然后双方当时辩论 法庭笔录 最后宣判 所有的一步一步流程 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强制要求来走 所以无论开不开庭 我法官我对我审理来讲 我都是照常进行的 除非涉及到个人隐私 那你可以申请不公开 对吧 但是对于仲裁来讲 仲裁它具有什么 保密性 还记不记得仲裁的六大特征啊 第一是自愿性 第二专业性 第三独立性 第四个呢是保密性 在这里啊 第五个是快捷性 第六个是司法强制性 仲裁的审理过程是具有保密性的 就算啊 就算我允许其他的主体啊 参加的旁听习当中能够 这个了解案件过程 他也听不到实质性内容 为啥呀 仲裁 他怎么开庭 仲裁是一个第三方的居中裁决 他是斡旋 是调解 是解决双方当成纠纷的 不是一个撕破脸对搏公堂的过程 比如说对于仲裁员来讲 他先跟这一方啊 右手边是申请方 左手边是被申请方 其实类似于庭审过程当中呢 这是原告啊 右手边原告 左手边是被告 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 首席仲裁员啊 包括普通仲裁员 他们怎么样进行仲裁开庭审理 先把啊 申请方拉过去 他们俩先去一个 叫比如说洽谈室 会议室 协商室啊 先来个小黑屋里 先说啊 你就说吧 你们俩这两个 比如说A和B啊 申请人是A 被申请人是B A和B是两个企业 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商务纠纷啊 你最少能要多少钱 你现在不跟我说最多价吗 我就跟你说 我问问你的底线 你最少你能接受多少钱 比如最少接受2000万 他们都是大买卖啊 做的都是大买卖 好 最少2000万 你给我个底价啊 这个仲裁员心里有数了 然后呢 他把这个A放出来了 然后再把B叫过去啊 你就跟我说吧 你最多能出多少钱 你对这个财产的这个违约纠纷 你因为你违约了 你最多能出多少钱 对方说我最多出1800万 这个仲裁员心里有数了 说啊 这个最多出1800 这个最少要2000 中间 中间还差200万 对吧 好 他再把他拉过来说 这样吧 我给你那个1900万 你再 你再把你的心理 心底预期 你再降一降 再降100万 对吧 我再跟你商量商量 你减100万 你变成1900万 行不行 这个A 他回去考虑考虑啊 这都是所有的这一切沟通的过程 都是私下进行的 A说行 好 那他拿着这个钱 再跟他说啊 这样吧 你最多你再多出100万 你呢 最多出1900万 行不行 如果双方当神各自回去 给领导打电话 都协商了之后 那这事不就成了吗 于是好 没问题 我出一个仲裁调解书吧 仲裁调解书 是裁决 这个B向A支付1900万 作为什么什么 这个违约责任的承担方 这个承担方式等等 对吧 所以这事就相当于 居中斡旋完了 而不是必须要通过 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 法庭笔录 没有这样一个绝对公开的过程 所以它更多是一个沟通 洽谈 协商 斡旋的过程 所以 现在我们理解说 仲裁为啥是不公开开庭审理 公开你也不知道 对吧 都是私下进行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硬背了 理解这个思路 这是对于仲裁的开庭与审理 通过这个小游戏 大家来找茬 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形象上的一个空间性的认识 好 这就是第二个内容 开庭与审理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理论内容 再来看仲裁过程当中啊 双方当事人也是可以进行和解 与仲裁调解的 你看我在这列了一下 这是仲裁和解 这是仲裁调解 他们各自发生的时间段 产生的法律后果 跟救济机制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各自发生的时间段 那对于仲裁过程当中 如果双方当事人进行内部和解的话 他可以发生在诉讼的 仲裁的任何阶段 当然如果这个庭是诉讼法院开庭的话 也可以在任何阶段进行和解 诉讼前 诉讼中 诉讼后 哪怕出了判决书 裁定书 在执行阶段 双方当事人也可以进行和解 对吧 对于仲裁也同理如此 可以发生在仲裁的任何阶段 无论是诉讼也好 仲裁也好 我之所以开庭审理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纠纷吗 对吧 既然你们双方当事已经达成合议的话 没有纠纷了 那我当然就可以允许你和解 所以和解 可以发生在诉讼或仲裁的任何阶段 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但是 如果在仲裁过程当中 要进行调解的话 调解第三方出现了 对吧 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 他参与其中 如果进行调解的话 他有切只能在仲裁裁决 做出钱 先打个问号 说为啥 一定要在这钱 等一会儿 把后面讲完 大家就能够 一下子就能明白 好 先理解个大的思路 好 再回来 回到说这个仲裁和解 既然仲裁和解 可以发生在 诉讼 仲裁过程当中的任何阶段 如果双方当事 达成和解协议的话 那仲裁委员会 肯定是乐于建议此的 对吧 好 那我赶紧 为了你们双方当事的和解 我可以允许你有两个方案的选择 要么是双方当事人撤回仲裁申请 为啥撤回仲裁申请 如果你们要申请 基于你们双方当事的和解协议 让我仲裁委员会 做出仲裁裁决书 你说为了不保险 我出一个仲裁裁决书吧 因为仲裁裁决书就有司法强制力 对吧 就有法律来保护你了 好 那行 那我可以根据你们的和解协议 制作一个仲裁裁决书 也可以你们撤回仲裁申请 这样的话 你的申请费就打半价了 我不是全部收你的申请费 我给你退回去一半 这都是两种选择 双方当事人可以来选择 如果对于仲裁委员会 做出仲裁裁决书的话 注意 仲裁裁决书是做出即省效的 这跟我们第八章第二节讲到的 这个诉讼的法律文书是不一样的 我们回忆一下 对于一审的诉讼文书 无论是判决书 还是裁定书 它都是有生效期的 一审裁判文书的生效期 也就是二审的上诉期 如果是判决书的话 是15日 如果是裁定书的话 是10日 对吧 这是一审裁判文书的生效期 二审呢 二审如果是当庭宣判的话 是二审裁判文书的做出之日 如果不是当庭宣判 而是事后送达二审判决书 那么是送达之日 要么是做出之日 要么是送达之日 根据实际情况不同 它有不同的这个生效时间起点 但是对于仲裁的话 仲裁它是做出即生效呀 为啥这么着急呀 肯定是先做出才有后送达 以及15天10天之说 对吧 因为仲裁具有什么 具有快捷性 仲裁具有快捷性 所以做出即生效 干脆利索 一锤定音 好 既然你们双方当是和解了 好 那你们要么呢 撤回仲裁申请 要么呢 我给你 撤回仲裁申请 我给你退一半的费用过去 对吧 要么呢 你们就是 依经你们的和解协议 让我来给你出一个仲裁裁决书 那我该收费收费 好 可以没问题 问题在于啊 如果 那么你们撤回了仲裁申请之后 说两个人呢 伤害挺好的 结果一旦申请方撤回了 被申请人就不承认这个和解协议了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还可以根据原仲裁协议 来再次申请仲裁 我仲裁委员会管不管呢 我还管 因为有原仲裁协议在 有原协议 它是有效的 既然仲裁协议是有效的 那我就有 仲裁委员会 我就有一个约定的管辖权 那你可以再次申请仲裁 我呢 可以来管你这个事 好 这是对于在仲裁过程当中进行和解的内容 双方当事人 你们主动和解 如果你们不行的话 好 那我仲裁委员 我出面 我来给你居中调解 调解的话 可以出两个结果 一个呢 是根据调解协议啊 制作仲裁调解书 要么呢 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调解的内容啊 我直接给你做出一个仲裁裁决书 那这个仲裁调解书 跟仲裁裁决书 他俩在这个生效这个点上 以及生效之后的效率方面 有什么联系区别啊 他俩生效的点是不一样的 刚才我们刚讲过 仲裁裁决书是做出及生效 其实它是强制的 对吧 司法就有司法强制性 但是仲裁调解书的话 它是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才生效的 那如果在庭审现场 咱们说的好好了 对吧 你们双方当然能不能接受 1900万的这个对于B 来支付给A的这个赔偿费用啊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 好我就根据这1900万 我给你出一仲裁调解书 出完了之后 双方当事人都不认可了 或者说有一方认可 我签字了 另外一方没签字 那怎么办呢 那我是不是仲裁委员会 我就没招知你们了呀 你们还花不少钱来找到我这来 对吧 所以如果说仲裁调解书签收钱 如果一方或两方都反悔的话 怎么办 我仲裁委员会呀 你来都来一趟了 对吧 我开庭啊 这么复杂 这都有这么一个折腾的过程了 我得让你满载而归呀 所以如果你们双方当事人反悔的话 我仲裁委员会 我不用跟你们商量 调解书需要跟你们商量 对吧 我直接做出仲裁裁决书 给你进行司法强制 我来给你及时裁决 如果你们反悔 我就给你及时裁决 所以仲裁调解书 是需要双方当事人签收的 如果签收时间不一样怎么办 比如说这是2021年的5月1日 说A签收了 然后5月10日B签收了 请问哪一天仲裁调解书生效啊 是5月1号这一天吗 不是的 双方签收 所以是5月10号这一天 仲裁调解书才生效 所以他的生效是看签收的 而且是最后一方签收的 但是仲裁 裁决书是做出即生效 即具有司法强制性 所以你看仲裁裁决书的效率 他具体来讲 最严谨的语言表述是什么 是双方已签收了的仲裁调解书 他来的效率是一样的 都具有司法强制性 但是如果调解书双方都没签收 或只有一方签收了 这个调解书他都没生效 没生效怎么办 那我及时给你做出裁决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调解过程当中 没调解成功的 双方当时突然翻脸了 调解不成的 我也来给你及时做出裁决 所以仲裁委员会 不能让你白花钱 对吧 我总要给你一个结果 让你一财中局呀 你想反悔都不行 好 所以把这些后面都讲完了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说 为啥仲裁调解的时间 必须是在仲裁裁决 做出钱了 因为一旦做出仲裁裁决的话 他就急生效了 做出仲裁裁决 就做出急生效 就没有在调解的余地了 只有仲裁裁决做出钱 那么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才能够组织 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对吧 先调解 但是调解呀 也必须要经过双方 统一才行 如果双方说拒绝调解的话 那你就直接裁 对吧 如果说同一调解 好 那咱就先调 调了不行 再裁 可以理解这个思路吧 所以我们最后 归根到底 是仲裁和解的话 可以在仲裁的任何阶段 但是仲裁调解的话 是只能在仲裁裁决 特出钱 好 这就是关于横三这个标题 仲裁过程当中进行的和解 与调解 其实把这一页PPT都学透了的话 那整个8040第八章第四节 和解与调解 我们也就学明白了 因为和解与调解 在这里啊 实际上仲裁与和解调解的结合 也是咱们国家司法的一个特殊的制度 国外是仲裁是仲裁 和解是和解 调解是调解 我们现在相当于把它给栽绕在一块 然后把它们先后顺序 前后关系 各个主体之间的权限又给你 给你又捋了一遍 所以这一页PPT是咱们国家特有的 司法审判制度 好 仲裁的和解与调解 我们讲过了 和解调解下一步是什么 要么是调解书 要么是裁决书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又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仲裁过程当中 进行和解的话 能不能根据和解协议制作 仲裁调解书啊 不行 和解的话 只有仲裁裁决书 只有调解才有仲裁调解书 理解这思路啊